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 北市警大安分局分局长周焕兴, 为让所有执勤同人都有个充满活力的警察节, 今天一大早由真柴队长黄国施化妆为日本漫画乌龙派出所里的主角梁金、 秦律梁金等人带住餐厅为警察可制化的阿良活力早餐, 骑乘于Bike到各所送早餐, 让所有执勤警察直呼很开心, 很特别, 并吃得竖起拇指大喊在大安分局分局长周焕兴日前前往分局旁一家二楼餐饮集团吃饭时, 发现有个两斤带种铁板面, 随后便在该餐厅协理允诺为警察克制化一次早餐下, 策划这个活动, 今天清晨四十三十分去, 分局长周焕兴便率住两斤等同人一起骑乘于Bike到各个派出所送早餐, 感谢所有基层警察同人为治安的付出, 并祝福警察节快乐。